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很放心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看到李洁信博士在书里面 或者说在一些相关资料当中 那个非常阳光的笑容 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就大家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 跟着我们的李博士来探索这个黑暗宇宙 好 那当然我想在进入到这个书籍之前 一定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要先来请教我们的李博士 那刚才提到说您本身是个太空科学家 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 就是这两天我们在跟朋友聊起 小时候的愿望的时候 想要当太空人的人还蛮多的 或者研究太空科学的人还真多 可是真正走上这个领域的人 还真是少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会这么一路的坚持 朝着太空科技太空科学的领域在迈进 我觉得要想从事太空科学这方面研究 其实并不难 那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好好练书 我想美国妈妈最喜欢听这个话 那么其实在太空科学这方面 讲的最重要的还是专业知识 那么沉下心来 好好发展吸取专业知识 那么慢慢的一步步往前走 那么像我们在NASA工作的 或者是在台湾太空中心工作的 都是非常优秀的科技人员 工程的物理方面的地质的化学的气象的 甚至非常优秀的会计人员 因为在太空需要很多钱都要 会计人员每天都要算账 到底钱够不够 还有很多律师甚至法律人员 不小心撞到外星人 要跟外星人打交道 也可能就是一些法律上的事情 这种或者是技术发展策略方面的事情 所以各行各业只要专业到了 都可以来从事太空研究方面的工作 所以刚才李博士其实把整个太空科学 需要到相关的专业人员 都跟大家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 我们不一定要当那个飞上宇宙 飞上太空的太空人 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团队的成员之一 太空是很多去成千三万的人 太空人只是代表这些人到太空去工作 是是把大家研究或者是努力工作的成果 做一个完美的呈现 呈现或者到太空做一些科研 是是 可是其实大家也会理解到说 就像刚才提到这么多不同领域的人 那你即使说 我本身就是专业什么 买一个部分的太空科学 其实它是应用到很多 我们经常说的尖端的科技 或者是尖端的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的应用 所以要当一个太空科学家 我觉得还真是不容易 就是说基本上有很多跨行的东西 比如说太空人 除该选他们自己本行 还要医学生物地质天文物理化学都要涉猎 是是是 是一个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间 要把各行各业都要融回贯通 这个学习可以带来很多快乐 是 刚才李博西有说了 他说要认真读书 这个父母听了最开心 可是小孩子就想 真的吗 就认真读书吗 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 要非常认真的读书 比认真还要更认真 还要更认真 好 那即使我们还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太空人 或者说真的这个投入到太空科学的领域 但是呢 我们其实有一些机会 能够一窥唐傲 就了解到说 这个太空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或者是太空研究到底牵涉到一些什么样的研究的一些主题 或者说科学家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个一个好的机会 就是透过科普书籍的阅读 那我们的李博士 其实我知道你长年以来 除了致力在这个科学的研究之外 你也非常热心的 在撰写很多的科普的文章作品等等的 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对不对 是的 我这个大概十年以前写的第一本书 就追寻蓝色星球 基本上把人放在整个宇宙追寻一些未知的 尤其人怎么在宇宙生活 怎么寻找银河系其他的行星系 还有就是寻找外太空文明 这些我们用理性用科学来看 能不能够找到外太空文明 那么大家很希望外星人来访问地球 当现在还没有 那么当最近十几年来 宇宙学太空物理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这个现在我们理解的宇宙 跟二十年以前理宇宙完全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宇宙 就是我们人知道 虽然研究越来越多用的仪器 苏占天越来越精密 但是我们看到的越多 其实知道的越少 这句话就刚好 我也自己写在我的纸上面 非常的有默契 这其实也是我在读这个书籍的时候 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们对这个宇宙 好像了解越多 我们发现我们知道的越少 对就好像这个书籍的这个标题 叫做人类和黑暗宇宙的故事 我就在想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我们可能过去抬头 仰望星空的时候 在看的都是那些 闪闪发亮的星星 对不对 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宇宙 这个太空 除了星星之外 其他那个黑黑的地方 只是像舞台上的布景一样而已 可是后来赫然发现 如果你读了这个书 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主角跟布景 好像要异味 宇宙当中的真正的主角 反而是那些黑黑的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而这些闪闪发亮的星星 只是镶嵌在这片黑暗当中的 一个小小的装饰而已 对 比如说最近十几年来 人类发现这个非常惊奇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学的 比如在周西表上头 这个青海李皮疯 汤汤眼花奶 这种背的老师说 这些东西都是宇宙100%的组成 统统都在这里了 统统在这里 你们把它学好了 之后终生受用无穷 但是现在2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些东西只占宇宙的4% 其实刚才燕子说的满天繁星 我们看到的繁星 其实占整个的宇宙只有0.4% 所以3.6%还是星辰 这个星星中间的东西 我们也看不见了 但至少是40%是我们周期表 元素上的东西 周期表上的东西 96%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96%其中有一部分叫做暗物质 有一部分叫做暗能量 好 我们待会再到这个黑暗当中探索 因为它实在是太神奇了 所以刚刚提到说 那些星星啊 闪闪发亮的 其实只占整个宇宙太空当中 所以这样算起来只占了0.004咯 对不对 还不到 就是0.004 是 百分之0.4 百分之0.4 对 0.004 燕子也算了很对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放宽我们的心胸 来看待这个黑暗的这一个部分 对不对 好来 我们待会再好好的跟着我们的李杰逊李博士 也跟随着这个书籍当中 所呈现的一些精彩的内容 让我们一探这个黑暗宇宙的故事 那这个段落呢 先跟我们的李博士请教到这边 稍微的休息一下 还有我们的两分钟插播广告之后 再回到节目当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